在半導體元件根本還沒誕生的年代 第一台全自動化計算機是怎麼做出來的 乱世出英雄 從第一次世界大戰到第二次世界大戰 隨著戰爭規模擴大 電腦的需求也跟著提高 在電影《澳門海莫》中 被遺忘的科學家馮諾伊曼 卻是電腦發展歷史中 關鍵到不能再關鍵的人物 第一台真正的全自動化電腦是怎麼誕生的 伴隨電腦科技一起誕生的真空管 是如何開創整個電子時代 第一台全自動化的計算機ASCC 是IBM的傑作之一 ASCC的開發是由哈佛博士生霍華德·艾肯提出 IBM來完成 這台電子計算機最大的特點 就是資料輸入到得到輸出的過程中 完全不需要人為操作 在那辛苦的 將上一個步驟的打動卡 送到下一個步驟的運算單元去 而他所使用的核心元件 就是計電器 最後完成的計算機長16.6公尺 高2.4公尺 76萬個元件 重達4.5噸 大約是一頭大河馬的體重 然而這台電子計算機 卻迎來意料之外的風波 在捐贈儀式上 艾肯竟然獨攬功勞 將自己列為ASCC的唯一發明者 完全不提IBM的任何一位工程師 IBM奮而與哈佛解除合作關係 哈佛大學也和艾肯重新將ASCC 命名為哈佛一型 除了合作破局外 哈佛一型實際上的成績單 並不漂亮 這源自於它與現代PC中 常見的運作架構並不一樣 現代電腦主要採用的是 馮諾伊曼架構 資料與程式都預先載到記憶單元 才開始進行運算 相比之下 哈佛一號將程式與數據分開 不共用記憶單元 每次動作都要重新讀取不同記憶體 因此運算所需的耗時較長 這個架構又被稱為 哈佛架構 雖然馮諾伊曼架構贏得了勝利 而且主宰了未來數十年間的家用主機 但近年你可能也聽過 用在Mac與智慧型手機上的 ARM架構 其實就是哈佛架構 準確地說 是改進後的哈佛架構 來個絕地大反攻 這個等之後 談到電腦架構時 我們再來詳細介紹 但在1940年代 世界上第一台通用型電子計算機 能快速實用 還真的得靠馮諾伊曼 這位大師的幫助 第一台通用型電子計算機 由戰爭孕育而生 1941年12月7日 日本襲擊珍珠港 美國正式參戰 為了讓電子計算機的效能再提升 必須換掉本質上 還是透過磁鐵進行機械開關 反應速度還不夠快的計電器 連一刻都沒有為計電器的死亡哀悼 立刻感到戰場的是真空管 真空管是一個抽氣至幾乎真空的玻璃結構 就像是個小燈泡 陽極是金屬片 陰極則是包著燈絲的金屬片 加了陰極的燈絲後 外圍的陰極金屬片就會產生油離電子 並被吸引到陽極 這相當於電子流的移動 也就是說當真空管正常運作 就相當於電路導通 那要如何安裝上開關呢? 很簡單 就在陰極跟陽極中間 裝入一個柵欄 又稱閘極 因為電子帶負電 只要將閘極通上負電壓 電子就會無法靠近 而使電流下降 陰極、陽極再加上閘極 因此被稱為三極管 透過電壓操作 反應速度比計電器快上許多 實際上 三極管同時也是世界上 第一款電子放大器 宣告了人類電子時代的正式到來 真空管為何是電子時代的始祖呢? 在真空管發展路徑中 其實兩個不盡然相同的發展路線 一個是數位邏輯閘 另一個則是類比訊號的放大器 這兩條路線都非常重要 數位這條路線是我們現在非常熟悉的 利用邏輯閘的開語觀 來表達0、1 用一連串的0、1 來代表我們要傳達的資訊跟程式 類比呢? 類比指的是那些波形連續的訊號 例如聲波、電磁波 類比訊號中不會出現0、1 通常就是一個連續波形 舉例來說 你要從廣播電台發送訊號 就會直接透過廣播台上的麥克風 將聲波轉換為電訊號 再透過條幅等方式 轉換為帶有資訊的電磁波訊號進行發送 而遠離電台的我們只要拉開收音機的天線 接收電磁波訊號 再經由放大器放大 推動喇叭 就能將訊號還原回我們能聽到的聲波 而這個過程 完全不會出現0、1 這種位元 當然啦 現在你的手機裡 電腦裡的音樂檔案 都是用數位的方式記錄的 而從你我嘴巴發出的聲波 並不會因為科技進步而變成0、0、1、1 因此如何將聲波這種類比訊號 轉為電子訊號 又或是將電子訊號 重新轉為類比訊號 透過喇叭播出 而且避免訊號轉換時的失真 這又是另一個大課題 這部分我們就未來再講 在類比訊號中 放大器扮演很重要的角色 1898年 義大利工程師馬可尼 發送了一個無線電波 橫跨了英吉利海峽 完成了跨國的無線電訊號傳輸 原本傳遞電報還只能透過實體電線 沒想到一下子 訊號竟然可以不需要硬體設備 就傳送到遠方 無疑是重大創舉 但當時還沒有放大器這種東西 想接收無線電波 多半是用礦石收音機 這種不需要電源 直接靠接收到的電磁波 來運作的收音機 如果你覺得這種不用電源 也能運作的收音機很神奇 可以到泛科學的YT頻道 複習這一集 要讓遠方的家庭 也能收到訊息 看來就只能無止境地 增加廣播電台的功率 而真空管放大器的出現 卻打破了這個限制 前面我們介紹過真空管的構造 與運作原理 我們會加熱真空管音級的燈絲 大量電子因此移動到陽極 同時電路也因此搞通 此時只要我們在中間 加入一個柵欄 就能開關這個電路 每當我們在柵欄上 施加負電壓 電子就會因為同性相斥 而無法靠近 讓電流中斷 達成關閉電路的效果 但實際上 調整雜極的電壓 並不會一口氣 關閉整條電子高速公路 而是施加越多的負電壓 就有越少的電子能通過 如果負電壓沒施加那麼高 就能有部分電子穿越 也就是說 真空管陽極接收到的電子數量 是波動的 而不是只有0跟1兩種狀態 所以如果我們在閘極 輸入一個波形訊號 輸出的訊號也會是波形的 這個特性要如何用來做放大器呢 我們如果收到一個非常微弱的訊號 只要先準備一個真空管 在兩側通上更大的電壓 再將手上的微弱訊號 送到閘極 那麼我們在陽極收到的電子訊號 就會與原始訊號長得非常像 但是強度被放大數百倍 當然 你應該會注意到 輸入跟輸出的訊號是反向的 也就是輸入明明是增加電壓 輸出卻是反變小 因此 這個電路通常還需要加入其他設計 例如付回饋電路或是相位補償電路 來調整相位 1906年 發明家李德富雷斯特 創造了第一顆三級真空管 至此無線電、廣播、電視科技開始加速 真空管開始隨處可見 1914年一戰爆發 無線電通訊作為決勝兵器亮相 二戰到冷戰結束期間 廣播戰成為各國競相使用的新戰武器 針對廣播戰與廣播內容的干擾 開闢了另一個特別的戰場 從20世紀初到二戰這段期間 相比發展緩慢 只有大型實驗室才能用上的電腦 類比電路、電子學的運用 可以說是遍地開花 那真空管電腦的結局是什麼呢? 1943年 第一台用真空管取代計電器的 電子數值積分計算機 ANIC開始建造 歷史兩年半才全數完成 最後用上了18000根真空管 重達27公噸 有如三頭成年大象 即便如此 它每秒能執行高達5000次加法 遠超當代其他計算機 然而ANIC在1946年正式亮相時 已經是二戰結束後的隔年了 它並沒有展現實力的機會 但ANIC的存在 卻吸引了那個藍人的目光 參與曼哈頓計畫的佛諾伊曼 需要進行大量計算 因此也投入ANIC的開發 他發現ANIC的使用 需要數萬片的卡片進行輸入與輸出 遇上複雜的任務 需要耗費數週的時間才能完成 在參與ANIC多次的升級之後 馮諾伊曼在1944年加入了下一台電子計算機 ADVAC的開發 1945年一份101頁的報告書 詳細記載了ADVAC的設計 這份由馮諾伊曼撰寫的ADVAC報告書的第一份草案 也是馮諾伊曼架構的第一次正式亮相 馮諾伊曼架構中提出了五個核心元件 輸入設備、輸出設備、運算邏輯單元、記憶體、控制單元 其中運算邏輯單元負責計算 記憶體負責儲存資料與操作指令 輸入與輸出設備負責將程式與資料送進記憶體與記錄結果 控制單元則負責協調各元件的運作 這套架構的最大特點在於執行不同程式時 不再需要改動機械的實體結構 要先執行的程式會先放在記憶體中 需要運用時再從記憶體中抓出來 因此只要確保先將程式都先塞入記憶體 不論是加減乘除還是微積分計算 一台電腦就能完成 冯諾伊曼架構一用就是數十年 至今雖然出現挑戰者 但也仍佔有重要地位 真空管帶領電腦發展到這邊 創造了一整個電子世代 但是這樣的成果卻仍然改變不了最終被替換掉的命運 真空管笨重、壽命不長的致命傷 讓科學家們開始尋找能替代真空管的下一個三集體材料 直到此時此刻還是龍套的半導體 終於準備展露頭角 沒錯 下一集 現代電腦手機中的主角 電晶體終於要登場了 我們也會來聊聊孵化電晶體的那個關鍵地方 矽骨是怎麼誕生的 為什麼那位影響全世界的電晶體之父 矽骨之主 竟然被後人認為是矽骨之齒呢 而他本人口中那些背叛他 包含高登摩爾在內的八叛徒 也在此時開始於矽骨發芽成長 如果你也想要看這些矽骨八點檔大戲 記得繼續鎖定我們的節目 我們下集再見 政府平均 感谢观看